我们今天的大概过程应该就是我会先简单讲一下 我们今天没有读的这两本书 然后下半场我就会跟总编一起看Alan的计划 今天这两本书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他怎么讲因为虽然说这一本十二则其次妙强这本书 他虽然比《科学爱人》晚出版 但是他很有趣的是他其实是真爱温特森 他为了要写《科学爱人》 然后做了一些关于科技跟科技新闻上面的一些功课 所以有点有趣他虽然比较晚出版 他其实是算是这本书的前身的这种感觉 然后《科学爱人》我是去年跟高一峰老师的时候 有在小小书店有对谈过这一本书 然后那时候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 大概是比较关注他怎么样重新用一个很酷的角度 复写了《科学怪人》 大家目前某种程度上会说是第一本科幻小说的这本《科学怪人》 然后真爱温特森用一个很酷的角度 性别的角度去重写这本《科学怪人》 但是我这一次为了这个读书会 然后重新因为先就在读了这本后出的这本十二则其下短片 之后再回去读《科学爱人》之后我就发现 就其实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因为你可以感觉到温特森对于科技时代的焦虑感跟害怕 跟那种就是我们好像已经无所不在的被科技大数据 然后大公司无所不在被他们掌控的这种焦虑感 然后配在这本书又可以再重新看到这些细节 比如说很好笑的就是比如说这本书《科学爱人》的刚开始吧 就讲到那个医生Victor 是吧应该不是Victor 医生不是Victor 那个Renee 对 那个医生Renee 她不是去一个什么科技博览会吗 然后之后就有一个女的冲出来跟她就是冲出来说 忽然冲出来就说什么 她要去找一个她买的性爱玩具的生产商 为什么呢 因为她不知道她的性爱玩具上面有接一个镜头 然后那个镜头会把她会把她的这个使用过程 就是等于会被这个公司收集她的这个数据这样 然后虽然说这样讲起来蛮惊悚的 她这个过程过程其实是讲的蛮好笑的 就是那种就是一个女生很慌张的冲到一个科技博览会 然后去想要去控诉那个性爱玩具的生产商的这个过程 她其实是蛮好笑的 可是那好像当然是其实是源自于温特森的一种 对于这种科技科技产品生产 以及他们用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具有伦理公平性的方式去搜集我们的数据这件事情的关切 也跟就是妄想上是不信任这样子 对那所以回过头来 所以我今天基本上我第一部分会比较先从这本书为一个主轴 然后从这本书的主轴去延伸一些其他的书目 然后可能包括可能会谈一点点自己的小说 有点置物性行销 但我没有要行销 我觉得就是觉得因为刚好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 他其实有一些东西跟我的小说有点呼应到 所以我有点就是想要稍微谈一下下这样 然后最后再转折到就是一个爱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才在跟总编聊 就是说温特上好像最后这本书在最后好像就是用一种呼吁就是爱最大 爱可以克服一切这样子的论调 但这个论调到底合不合理呢 或是能不能够成立呢 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下半部可以透过我跟总编一起执行过的联合文学 跟林姆的合作的就是作家跟CHPT的共写计划来进一步的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爱到底真的能够克服我们现在面临的科技难题吗 这样子 好 那这本书 书名其实就叫做 它虽然英文中文被翻译成科技爱十二则奇思妙想 但它其实本来的书名它就叫做12个bytes 就是12个bytes bytes就是我们最小的电脑的计算单位这样子 卫人 对对对 然后它的副标题其实就是how we got there and how we got here where we might go next 就是我们怎么样抵达到现在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往哪里去 所以基本上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某程度上它算是正在Wentensen做的某一种科技的 不能算科技史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史学家 然后也没有做这么严肃的爬书 可是它基本上它的确就是问了这两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会走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步 这一步田地 然后我们已经在这一步田地了 那我们接下来会怎么办 所以它基本上是在问这两个问题 那我们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田地呢 就是我这边提到的科技奇异点 就是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所谓的科技奇异点就是蛮有趣的 它就是有点类似我们大家所 有点有人会把它类比成它像是个黑洞的概念 就是我们知道它存在在那里 然后也知道它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来说 都会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我们不知道 比如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我们进到黑洞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 我们越过这个科技奇异点之后 事情会我们的社会变成怎么样 那基本上科技奇异点它就会在讲说 科技发展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会超越我们人类可以掌控的极限 然后当我们越过那个极限之后 我们没有办法 那个之后的那个世界是无法复返的 然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再掌控 那之后的世界会怎么样 那是超出我们的控制 跟我们超出现存人 现在人类的认知的极限 这样子 所以科技奇异点它的那个点 基本上就是画在这个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 这个有 总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红色的那个线 就是红色那个线它就在讲说 一个人类的智商的 人类的智能 人类的智能发展的过程 所以它大概从 比如说我们从就是人类开始研发器具 然后研发了语言 研发所有我们现存世界上所有东西 这样的一个人类的智能 所以红色这一条线 然后大概在1950年代 1950年代 大概这个时间点 其实跟周浩先生在这本书里有提到 它是一个 大概大约是一个人类开始发明了 开始从蒸汽管转为电晶体的这个过程 所以也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越来越高科技智能化的所有科技产品的最基础 就是电晶体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大概它就 所以蓝色的线它就画在1950年代 1950年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人类的智能可能是一个相对平缓的往上 可是大概从1951年代开始这个绿色的线 那个绿色的线就是用一个很高速的极串的方式在往上升 然后它很快的可能就会超越了人类的智能 也就是我们现在感受到嘛 就是CADGPT可能已经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我们自己 就是完成很多我们本来以为人可以做好的工作 然后比如说写论文 CADGP会特别帮我们写论文这样 或者是其实有时候都会觉得有时候你在网络上看的一些农场文章 包括都去HP写的 都已经不是人在写的 对 所以就是这已经 这就是一种科技的高速的发展 那个Machine Intelligence就是 机械的智能的高速发展 高速发展已经很快的就已经逼近 甚至要超越人类的这么漫长时间的智能发展 那透过这个大家所谓的黄金交叉或死亡交叉的那个点 这是我们所谓的科技起立点 超过那个起立点之后 因为你会发现智能机器的智力是这样子高速往上的 所以那样子的高度的 你看就会看到红色的线跟绿色的线的很巨大的落差 就是说绿色线的智能发展的高度 那个是已经人类是无法弃及的 所以越过这个起立点之后 我们的现存社会会变成怎么样 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 然后我们现阶段没有办法想象 也没有办法推测 而过了那个时间之后 我们现存人类的科技跟智慧 跟就是所有的软硬体设备都没有办法掌握的境地 所以这个叫做科技起立点 那然后所以基本上温克森在这本书 他其实在问的是这个点 就是我们怎么样抵达了这个 已经逼近起立点的这个时间点 而在这个起立点之后 我们会变成有怎么样的生命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大概就是导读这本书 我基本上就会简单的讲 就是我们就分这两个部分讲 就是我们如何抵达 以及我们之后会往哪里去这样子 那如果抵达呢 我基本上会讲三个点 就是一个是一个从进步 进步等于巨大到进步等于缩小的过程 另一个就是温克森提到 这是我们现代的所有科技产品的滥烧 就是要及时可期待 然后很个人化 这样子的逻辑 然后最后一个是殖民主页掠夺 那这三个点其实都是 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有看这本书 就是知道它的书写风格 其实蛮分散的 而且同样的事情 它其实会不断的在不同地方 又重复提到这样 所以其实是一个需要花点时间 去统整的一个书这样 然后所以基本上我就抓这三个大点来讲 但它其实都是很灵散的 可能在书的不同地方 就是一两句话这样带过去 都是一个很逻辑的这样子的写作 因为它基本上其实是温克森的水底 然后它其实这十二篇 都是分散在发表在不同的报章杂志上 所以其实你知道 因为在不同报章杂志上发表 你就一定会就是你会需要重复提醒一下 就是读者说你现在在讲的是什么事情 可是你放一本书里面 你就发现它其实就是同样的事情 会在不停的再重复这样子 刚刚提到第一个点 就是从进步等于巨大到从进步等于缩小这件事情 我觉得从科幻作品来讲 最鲜明的比较基本上就是 蒸汽庞克跟赛博庞克之间的对比 蒸汽庞克就是左边这样组 然后赛博庞克就右边这样组 我说这个类型 然后所谓的蒸汽庞克 其实就是大概是在把人类经历过维多利亚的时代 做出了一个像是平行时空的概念的科幻的想象 也就是说在那一个以蒸汽为人类文明 人类社会基础动力为 以蒸汽为人类社会 以蒸汽作为人类社会运作的基础的这件事情 它把他把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现状 推展到一个全新的想象 所以比如说 类色作为都是像霍尔的移动城堡 然后像动画奥数 然后或者是像另外一个动画 在爱死机器人的第一季里面出现的 狩猎顺利 这些都是所谓的蒸汽庞克 你会发现蒸汽庞克里面是怎么样 就是它会有很多繁复 然后很精美的金属 你看到所有的机器人 然后所有的各种 它所谓的智能的机械 基本上它都是用黄铜金属构成的 然后他们的动力来源都会是蒸汽 然后货尔的一种什么就很明显 就是那么巨大的一个城堡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机器人 然后它是一个这么巨大然后精密的 它可以被 梦想上可以被人控制 然后有很多繁复的设计跟装饰 这件事情它基本上就是很 大概唯多两十代 然后是人类刚开始进入近代化 现代化世界的时候的那样子的一个社会想像 然后所以这个也呼应到文特森在那边提到的 人类的现代化的最开始 当然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 然后开始有了 大家开始发现了蒸汽动力 然后开始有工厂 然后开始有纺织机 就是人类原本以为可以 只能由人类做的事情 慢慢的找到了可以由机械来做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械取代人力的这样子的 就是人类第一次开始发现的这件事情 可以大量的透过机械 然后大量的生产人类本身的能力 所没有办法生产出来的东西或数量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蒸汽旁客的世界 那相对 然后所以在那样子的世界的时候 然后其实人类的发明是什么呢 是越巨大的 越让人会越让人感觉到 就是哇 人类的文明又往前迈进一步了 比如说像刚提到的防制机 然后印刷机 然后更巨大的还有什么 有轮船 然后车子 然后接下来可能是飞机 就是你所有在那个时代 人类所想到的所谓的科技进步 这件事情它基本上是跟庞大 然后精密 然后你肉眼可见的那样子 会让你觉得 哇怎么可以这么巨大 怎么可以这么压迫感的 那样子的一个想象 是绑在一起的 就是进步等于巨大的一件事情 但随着时间 刚刚讲到了随着 等一下我还会再细讲 就是随着电晶体的出现 电晶体出现 然后取代了 蒸汽完之后 我们的世界慢慢进入了 右边这个世界 就是赛博旁克的世界 赛博旁克的世界 它基本上就已经跟 刚刚讲到的 蒸汽旁克不一样 因为赛博旁克的事件 动力来源是什么 就是电 然后这个电 它是由电晶体传导的 然后电晶体是一个可以让 就是用一个更小的 用一个更小的载体 去传递更大的电量 这样的一个 基本上是这样的逻辑 所以所有的机械用品 都可以做得越来越小 然后甚至会小到 甚至会小到 我们看不见 比如说我们现在手机 我们的一支手机里面有大概 我昨天那叫什么 18 1亿8千 等一下会出现 这个很庞大的数字 然后里面有 超几亿的电晶体 然后它就在这个手机里面 所以它大部分的电晶体 我们已经看不到 它已经微小到奈米的层次 所以它其实超出人类的肉眼可见 所以原本就是原本左边蒸汽旁克 那么一个巨大的充满压迫感 然后精雕细琢的世界慢慢的转换到了 我们现在的网路上的虚拟的 我们看不见的 然后一切的都一切都在发生 可是一切好像都没有办法 那么确切的抓住的那样子的感觉 这是一个赛博庞克的世界 所以因为Cyber它本身就是 就是线上空间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慢慢发现说套具这个马克 我在这边写的马克思的名言 就是所有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就是它其实就是在讲一个资本主义 跟人类技术的高度发展 怎么样把一个我们原本认为 坚固不摧的一个社会模式 完全改变成一个 我们已经完全无法捉摸的形态 所以所有的所有坚固的就是那些以前我们认为 进步等于巨大的都烟消云散了 就是到现在是一个进步等于渺小的时代 你看手机会越做越小 现在又越做越大 总之基本上逻辑是越做越小 然后或者是我们会有各种穿戴式装置 都是越做越小的 这是一个第一个我刚想要谈的 进步等于巨大到进步等于渺小 然后所以第二个我想要谈的 可惜是即时可惜是个人化这件事情 那就跟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了 从蒸汽管变到机体电路 最左边是蒸汽管 然后真空管 对真空管 最左边是真空管 然后中间是电晶体 然后右边是机体电路 就是IC了 然后它基本上就是从一个刚刚讲 大家可能如果去查以前的电脑 就是用蒸汽 不是蒸汽管 用蒸汽管做的电脑 它就是一个非常巨大 然后它可能比我们这整个房间都还要大 的一个超巨大的电脑 然后当这个 等一下中间这个叫什么 电晶体 当电晶体取代了蒸汽 蒸空管 作为一个导电的素材 因为它你看这个大小落差就很大 然后可以把电晶体越做越小 然后小到它可以磕在矽 短导体上面的时候 它就会越来越小 小到你没有办法 就刚刚讲没有办法 肉眼没有办法看见 你手可能甚至摸不到 这样的这个状态 那它基本上就成为了一个 我们所谓的学术上来说 它就是一个所谓赛博格的前提 然后赛博格 当然我是引用了 哈洛威的赛博格宣言 然后赛博格 这个东西 这个中文的原本的英文叫做Cyberg 然后它基本上Cyberg 这个意思它本身就是 刚刚有提到Cyberpunk 刚刚有提到Cyberpunk 它就是Cyber 刚刚前面Cyber 加上Organism Organism就是有机体 它基本上就叫做 比如说活在集体电路里面的有机体 或者是活在线上空间里面的有机体 它基本上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是 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 你会发现我们其实 虽然说我们现在好像肉体的 在这个地方 这个空间里面 但其实我们某一个程度 就像哈利波特的分岭体一样 我们都有某一部分的自己 其实是上传在云端的 比如说你的各个社交媒体的帐号 比如说你的某些资料 某些档案 然后或者是比如现在正在直播的当下 我们有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实体的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Organism有机体 我们做一个有机体在这个地方 可是我们现在流通的思想 或者是传递的话语 我们每个人的身份 无时不刻的都已经上传在云端 上传在刚刚讲的Cyberpunk 就是赛博旁克的线上空间里面 所以其实这东西它就是一个 Haraway所谓的Cyberpunk 就是一种人跟 人作为一个有机体 跟机械作为一个无机体之间的 非常紧密的关系 然后这个紧密的关系 它同时会挑战的到底是 不能说挑战 但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是 人的边界到底是什么 人的主体性到底是什么 怎么样还算是一个人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人 这个问题蛮关键的 在这本书里面 因为它最后就会问到说 对所以如果AI都已经可以做到我们 想象中能做到的事情的话 那我们还剩下什么 所以它其实最后在问 那人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做这些后人的研究 或者是做这些科技人文相关的 其实最后都在问这件事情 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以为 是人的那一些特质 其实你都可以不只在机械 你都可以在机械 或者是非人类动物身上看得到 然后如果我们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看得到 那人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后人类研究的基础 这是一个用一个比较后射的 后见之灵的 去重新思考我们从欧美的 欧洲的理性主义 以降的所谓被建构起来的 人的概念 人的想象 这个逻辑 我们对于人的定义 需要在这个科技时代 重新去修整或重新去检讨 因为这个人的概念它其实是充满 压迫性的一个概念 某种程度上 因为我们相信了 我们怎么样是人 所以我们可以理所当然的压迫 比如说其他的物种 或理所当然的剥夺 这个地球上的某些资源 这基本上都建立在我们认为 我们相信人有什么这件事情 或人的独特性是什么这件事情 对 那回过头来讲 就是回过头来讲 Halloway谈的Cyborg 他其实他就有讲 可以让Cyborg成立的关键 其实就有三种界线的破裂 但我这边只有提到其中一个 他第一个提到就是有机体跟无机体 然后第二个提到就是 这个游行跟无形之间的界线 然后最后他当然提到就是人跟动物之间的界线 那因为这边今天就主要是因为要谈这本书 所以我比较专注在谈这个有形跟无形的界线 他基本上就是呼应到刚刚讲的 就是一切有形体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件事情 因为Halloway的Cyborg宣言 它写在1985年 正是一个从中间的那个电晶体 要转变成集体电路的那个时代 所以Halloway正在目睹的是 就是东西越做越小了 就是原本是一个收音机是有这样子 看以前电影可能看得到 就是会扛在肩膀上那么巨大的收音机 到后来已经可以做出一个这么小的 最左边那个 左边那个1957年的Sony的第一台用电晶体做的收音机 这个东西 那个收音机是什么呢 根据就是温特森讲的 那个收音机是一个已经小到可以放到人的 就是以前男性的那个衬衫 左边会有口袋 是可以放进这个口袋里面的 但口袋要稍大一点 现在口袋还可能有点太 就是要比一般的白带稍大一点点 可以装得下这一台 这台收音机 然后这台收音机是1957年的 然后它装了6个电晶体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transistor 就是电晶体 就是刚刚的 刚刚的 我按到什么 哦 多写 就是刚刚这张图的中间这个东西 它里面装了6个电晶体 然后刚刚有讲到 就是我们现在的iPhone12 我刚好这台iPhone12 里面装的是各十百千万 各十一百 一亿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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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亿一千八百 哦 十亿一亿 十亿一八千万 是这样吗 十亿一八千万的电晶体 所以这很惊人哦 因为这个东西 我手上的iPhone12 甚至比那一台 1957年的那台Sony的 那个收音机还要更小 然后更薄 然后更薄 对 所以很惊人吧 就是这一台这东西 因为有刚刚那个 刚亮那个数字的东西 然后它完全是 所以你会发现说 原来就是iC电晶体 这东西已经小到这个地步了 小到可以这样装在一个 这么轻薄的东西 然后装了十一亿八千万个 对 好 所以这个 所以刚刚Wintersson就有提到说 左边的这一台 那个Sony的这一台录音机 就是我们现在近代科技的一个烂商 怎么讲呢 就是它是个即时的可稀式的个人的 也说即时就是说 我现在就是想要听音乐 我随时我从我的口袋里面拿出一个收音机 我就可以听到音乐了 我听音乐不再需要比如说去酒吧 去咖啡厅 去任何观光场地才听得到 我可以在我家打开这一台 我就就可以听得到音乐了 所以音乐它变成是一个个人的 渺小的 我可以放在口袋的一个东西 这个逻辑跟他们更早以前听音乐的感觉 听音乐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所以这个是一个科技时代的一个很巨大的转变 就是说某些东西原本它是一个只属于公共领域 才会出现的事情 它因为科技的发展 它变成是一个完全可以个人化 只属于我的这件事情 那之后慢慢的再加上 现在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网路 可是你在慢慢之后发 刚刚有了网路之后 那个个人化性向就越来越明显了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每个人我觉得在座每个人 我们的Spotify歌单都不一样 可是这歌单是完全个人化的 你可以自己量身打造你想要的歌单 然后它甚至某个朋友的话 它可能是被追踪过后的 因为基本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选过 但我有时候 比如说我自己选Spotify的歌单 我可能会选 然后它可能 它基本上是基于我之前所听过的音乐 再去推荐它觉得类型相似的音乐 最后综合出那一个他觉得适合我的歌单 所以这个个人化的倾向加上了 刚刚讲到网路 然后加上这个大企业的对于数据的收集 这个个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可是它很有趣的是 这个个人化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个人选择的自由 但它其实不完全是 它其实是一个你的使用行为被收集 然后被分析 然后再重新输出来的一个结果 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如何抵达这里的 它还有一个很大一个层次 是殖民主义这件事情 其实文特森就有在讲 他就说他其实从刚刚那些科技产品之外 他还有讲到是太空竞赛这件事情 第一颗发射进太空的卫星 人造卫星是苏联发射的 那个时候是苏联发射的 是Sportnik 然后后来马上过了几年 大概是我现在没有办法 进去的回忆是时间 大概是1950或1960那个时间 然后过了一年之后 那个美国因为当时他们在冷战 美国马上就发射他们另外一个卫星 人造卫星 然后从此之后就开始进入了一个 大企业疯狂发射卫星的一个时代 那发射卫星到底为什么 其实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但是比如说我现在传一个line 到给我的朋友或给我的家人 这个讯号它其实是先上了太空 然后才撐下来的 就在这短短的大概一秒钟不到的时间之内 很有趣哦 所以比如说 然后甚至是你传一个讯息给一个 比如说你远在其他国家的朋友 也是这样构成的 就是这个讯号可以这么迅速的传递 其实它是先上完太空 然后再下来的 比如说美国的 比如说我现在传一个讯息给美国 这样这种感觉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是原来我们看起来讯号是 因为我本来想象可能是一个比较平面的 就是我传来的讯息到美国 一个平面的想象 就像飞机这样的感觉 可是它原来我想说原来它就是 原来这个讯息传递的距离已经超出我的想象 因为它是先上了外太空 所以已经不知道几千万英里的高度 然后之后再下到另外一个点这样 然后很有趣 所以文德森想要谈的就是说 就透过这样大量的发射卫星 然后卫星等于是可以追踪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行动 包括你在用Google map Google地图你其实也是在使用人道卫星 透过人道卫星定位你的这些地球上表面的每一个位置 你才可以换算出来说 你从A点到B点要不要花多长时间 然后距离是多少这样子 所以文德森就提到这句话 他就说抢进太空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强土多地 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圈地 然后圈地这个概念 其实很有趣的是 它其实就是一个殖民研究上会动用到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圈地呢 就是一个它最早在殖民研究里面 它最早谈的是比如说欧洲人到美洲 然后开拓所谓的新大陆 所谓的新大陆 然后所谓的一个无人之地 然后就跨地为王说这块地是我的这样子 这是一个圈地的行为 可是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我们从一个后殖民 或甚至像是后人类的岗路来讲 那真的是一个无人之地吗 首先它可能属于当地的原住民 只是欧洲人到那个地点的时候 原住民不在那个现场 可是那块地可能原本是属于原住民的狩猎 或者是耕种的一个区域 所以首先它不一定是无人之地 然后第二个它真的就是一个 它如果不是无人之地 可是它也不见得只属于人类 那块地它可能属于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某些物种 植物物种也好 动物物种也好 然后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一块就是一片荒芜 然后一片的什么都没有 只等待人类 但是那时候被认为是欧洲人 自在欧洲人来开发的一块地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无主之地 它是有主人的 只是那个主人不被欧洲人承认为是主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殖民 后殖民就会去批判的 就是那种把他人把某一块地 某一块空间视为一个 谁都只要是我作为一个殖民者 就可以随我的意图去圈起来 然后宣称我有它的这个 拥有权的这件过程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然后而且最主要是它并不是只是一个殖民 它是个定居殖民 所谓的定居殖民就是我人到了那个地方 圈了地之后我就待在这边不走了 我就开始建造我的家 建造我的农地 然后我在这边生活下来 所以那一个对这个土地的剥削 跟对当地人的剥削是没有止境的 因为殖民者就这样住下来 它并不是说我在这边比如说摘够了水果 我就回去 或是种做能工作我就回去 没有它就住下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后职面就会讲的一个定居殖民 这种展现 就是到无主之地开发 或到无主之地宣称我有这个地方有没有圈 那它基本上是一个已经先预设自己是某一种程度的高或他人 高或他物的一个很欧洲人中心的一个想象 可是但这件事情不只发生了在欧洲人 汉人也发做了一样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有的汉人基本上也都是定居殖民者的后裔 因为我们的汉人祖先先来到了这一块土地 然后宣称为是他们的 然后就住下来 所以汉人才在这一块土地上拥有一个这么大的文化和经济有史 所以定居殖民也是常被拿来分析台湾的 这个殖民历史的一个概念 好 然后所以就有一个 这个是一个后殖民研究者 他就有讲他就说想象世界末日会比想象殖民终结还要容易 他其实他在他提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星际效应 星际效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但他就是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他在讲说 人类人类的就是现存的社会已经 基本上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已经不宜人居了 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必须要去往外去寻找可以居住的星球这样子 那这个过程中大概就有很多教授 那个主演之一是暗海色微 然后星际效应 所以他基本上就在想说我们在这些就是主流的这样子的影视生产当中 我们要去想象一个世界末日甚至比想象殖民的终结还要容易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一个人类到外太空到其他星球去圈地的过程 基本上他的那个逻辑就是跟你从欧洲到美洲的那个圈地过程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你只是从人类就是那我们就是可以到别的星球上去找一块可以住的地方再圈下来 然后宣称说这边可以开发 我们以后人就可以来这边住了这样子 那这个逻辑跟基本上就跟欧洲人他们搬到美洲 然后说这里我们可以住下来 我们就开始开发发展文明 文明这件事情是一个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其他星球并不是无主之地啊 其他星球有其他星球的也许有他们的生命形式 而他们的生命形式是比如说不是人类现存的科技可以被侦测或定义的生命形式 那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无主之地 可是我们对于外太空的这种开发的想象 基本上完全复制了这种人类的这个殖民的心态 天地的心态 我们就是到一个人类觉得没有人的地方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文明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类从征服新大陆到征服外太空的 一个一脉相承的殖民想象 然后这边提到另外一本书 宁静恒的旅人 他也很有趣 他没有这么尖锐的题材 但基本上他也是 因为它是一个很多时空定制的一本合法小说 然后他也很有趣的把当初从欧洲到美洲的那些欧洲人的这个 他在太空殖民 那就是一个这个殖民的过程 然后并置了他的大概2200多年之后的想象 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有 已经人类已经在月球上建立了一个 建立了一个 跟太空跟地球差不多的一个生活这样子 然后就基本上就是那个位阶关系是看得到的 就比如说欧洲之于美洲 知名时期的欧洲之于美洲 就像是2000多年 2200多年的地球之于月球这样子 所以月球的人好像就是比地球的人稍矮一等 然后就像那个时候的美洲人 欧洲的美国 欧洲移居美国的人好像就比所谓的欧洲大陆的 他们原始的这个地方的人又稍矮一等 这样子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是被执名者 或者说一个是移居者 一个是一个原本就在这个地方这样子 所以他做了一个蛮有趣的并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我读到温和森的这本书的时候 也联想到的一本书 然后所以刚刚讲完了 我们如何抵达科技奇异点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他接下来温和森 他想要另外下谈 他想要谈就是我们接下来会如何 我们会抵达科方 虽然说他是会抵达科方 他基本上我觉得温和森他比较多 都是在分析我们现阶段的科技生活的处境 我基本上也是提了三个点 一个就是监控资本主义 然后另外就是AI是另外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很人性的问题 就是那自由到底是什么 所谓监控资本主义 他其实温和森有提到这本书 就是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本书 就是两本超后的大铺头的书 但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是 他从一个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去重新分析了我们现阶段 我们身处的科技时代 然后我觉得他讲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 人类已经变成了资本生产的原物料了 而且是原物料 就是他也不是付出劳力 你是成为那个 因为你知道如果以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来说的话 最原始的资本生产的过程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类去比如说去开采农地 然后或者是去圈养牛汁这样子 那这些让我们开采农地造成的某一些 比如说土地的污染或者是空气的污染 这件事情它基本上是被外包出去的 怎么讲就是工厂没有为了污染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这样子的污染最后得到的是 最后化成的是这个生产过程的所谓的剩余价值 就是说我们透过了把这样子的一个开采的成本 外包出去丢出去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生产出一个 我们可以得到盈利 这个大概是一个马克思的生产逻辑 那在这一本 监控资本主义时代这本书呢 它在讲的就是 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类的 我们现在的每一刻 我们现在使用的 比如说我点个什么东西 我上网浏览什么东西 我们在网路上的所有行为 都已经被免费化了 就是科技 所有背后 你可以想象到的科技的五大巨头 它们没有因为你的浏览 而付给你钱 或是给你任何的赔赔 可是他们是无时不刻的 就是在记得你现在所有的行为 然后透过这些行为 它再去换算成一个可以盈利的模式 比如说广告的投放 比如说像大家都会说就是iPhone好像会简停你的感觉 也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讲到什么东西 你过几秒钟 你上脸书就看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这很可怕吧 基本上就是这边Zubov说的 他在讲的就是我们人类的行为 已经变成了某种原物料 生产营利的行为 它是建立在我们人类的使用所有科技产品的 每一刻每一刻的行为上面 然后没有人付你这个钱 就像是以前的刚开始有工厂的这个时候 我们去开采的土地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付大自然钱 就是我们没有付我们比如说烧光了 烧光了一大片野地 一大片土地 然后烧光那边的杂草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付这个我们当时应付的代价 当然我们现在在尝这个后果 因为我们现在进入所谓的人类式的时代 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经验这个文明开发的后果 对 可是在那个当下 在这个营利的过程中 我们是直到现在都还是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去承担开采的后果 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手机上面 就是我们我们基本上是被开采的资料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被开采的资料库 然后可是没有人在付你这个你作为一个被开采资料库 所你应得的你应得的报复 所以那就是所谓的数据妥协 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根据你的每一个的行为 每一个不只是点阅 因为你有可能比如说你使用APP的时间配置 然后或者是像刚刚提到就是可能听歌 可能哪一首歌会跳过哪首歌会停留 这样子的你只要使用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会显现出你的偏好 而你的偏好基本上就是可以被换穿出来说 那你是一个比如说你是喜欢听独立音乐的人 然后你是喜欢听独立音乐的人通常可能是哪一个政治形象 然后可能是在哪一个年纪的分布 然后你可能是性别男生或女生 然后你知道吗 种种这些社会上你可以标记你这个人 这个位置的一切的社会标记 都可以从你的行为当中被分析出来 然后被分析出来之后 他就会下一个就是他怎么样从你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再去投放更多你需要的资讯 然后接着再把这些资讯 比如他们可以把这些资讯 数据公司算他可以把这些资讯卖给 卖给需要卖东西的厂商 卖给需要卖东西的厂商 然后再投放给你这样子 好 所以他就 所以这个温德森他输在最后的时候他就有在讲 他就有说人类就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看起来是自由主义的世界 你看你刚刚讲的这每一刻你想要上联书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想要听Spotify是你自己的选择 可是他基本上是一个数位的独裁 因为你的每一刻都被所有的大公司监听着 然后所以他是一个看似是自由 可是其实他从而上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监视 那这监视基本上就是一种独裁 所以很微妙的就是他处在一个看起来都是我所选择的 可是其实没有一个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的这件事情 好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提到人工智能 所以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是因为前面他已经讲到了数位分析 数位分析 数位分析 那他接下来就要讲到的是人工智能 因为他在讲的是居家的所有的人工智能 在台湾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这么多人用 可是因为我前正人待在美国 然后我发现美国人 美国人的家里基本上都会配备一个人工住院 就是不管多大多小的家 就算是一个像这么小的一个空间 他们可能会配备一个Alexa Alexa是好像是Google还是Amazon的人工助理 总之你就会进门然后去跟他说 请帮我开灯 Alexa帮我开灯 或者是进门就帮 Alexa帮我播个音乐 然后或者是会问Alexa说 我今天还有什么行程 之类的种种的 然后我就觉得蛮惊讶 就想说就是这么小的地方 就是开灯才要 开灯也要问Alexa 我为什么昨天都会自己开灯吗 然后就是我觉得蛮生气 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台湾我还没有那么常见到 但是在美国真的是每个人家都有 然后所以基本上这种居家的人工智能 它就像刚刚讲的一样 它会是一个很贴近你生活的一个记录器 它会记录你你什么时候到家 我什么时候要开灯 然后我这个时候想要开 因为灯是可以调的 他们通常灯可以调的 我想要开暖光灯或者白光灯 然后我什么时候想听音乐 那我就是想听什么样的音乐 然后如果你之后 其实现在已经有了 就是比如说所谓的智能的床铺 智能床垫 然后或者是所谓的智能冰箱 所以你一切所以想象到假点从都变成智能化的时候 就是它每个都在记录你的偏好 你知道最简单甚至简单到就是连我家的免制马桶 就是免制马桶它也会记录我们的使用状况 然后去配备说现在是我需要节电的时间 然后或是什么时候是我需要供电的时间 正常供电的时间 就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连马桶都可以记录你的生活 那更何况是更多 就是像我们现在随身佩戴的智能手表 它随时都会监控 有没有监控 但就是它记录你的心跳 记录你的脉搏 然后它可能会告诉你说 我之前有一次 因为我自己没有戴 但是我朋友有戴 然后之后他就跟我说 有一次他手表忽然间就在那边震动 然后提醒他说你现在需要放松 然后他就想说奇怪我没有紧张 他就说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很正常 可是因为他可能就是不明原因的 可能就是手表觉得他的心跳稍微快了一点 比平常快 所以手表判定他需要放松 然后他就觉得 我就觉得不很有趣 这就是一个你对于你自己的感知 跟机器看到你的东西是一个两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他就有一点点连接到我的小说 因为我小说基本上他在谈论的是一个 在一个未来的时代 每一个人类他都被配备一个生化伴侣 就人跟人之间已经不能够不能 就是里面的AI宣布 人跟人之间不能够结合 而人必须要跟一个AI 跟一个生化人结合 才能够得到AI认为的人类可以抵达的幸福跟快乐 所以我小说基本上就是在讲 从这个点开始去发展成一个故事 然后里面就有类似像刚刚那个智能手表的故事 比如说一个人类他看到另外一个人 看起来好像是他的前任 然后他很想要往前去走去搭话 他发现他的脚没办法动 为什么呢 因为AI他的生化人认为他现在不宜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认为他的人类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会有害他的人类的身心健康 所以那个人类就发现说 他的脚没有办法移动 他的心智很想要移动他的脚 他的脚没办法移动 因为他的配种的生化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 那个配种的生化人是可以随着你们接触的频率越高 他会越来越熟悉的 调控人类的身体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AI就 他的生化人伴侣就跟他说 就已经透过这个意念 就已经锁住了他的双脚 不让人类往前走 这样子 然后所以这就是刚刚讲到 就跟刚刚讲到那个手表是一模一样的概念 我想做什么事情 我没有觉得我现在很需要放松 可是我的手表告诉我需要放松 这样子 这是很有趣 这个是等于说透过数据他会看 透过数据这个无所不在的智能网路 会看见某一个样子的你 而你可能会经验另一个样子的你 你可能觉得这两个东西可能是分开来的 有微和感的 但是微科生就讲随着时代的眼镜 我和另外一个我 就是Google所认为的我 之间的界限会变得多余 然后两者将会合而为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也是我小说里面提到的 就是在一个巨大的数据网络里面 人做一个这么渺小而单独的一个个体的存在 其实有时候你会被数据说服 人是会被那巨大的数据说服的 比如说之前我们都知道 之前有过这种假新闻或是选举操弄的这种过程 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就相信 某一个政治倾向的言论 然后或者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 比如说你会觉得我所选择那就是我的选择 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比如说我们一上脸书 就被投放了大量的某一个政治倾向的讯息 或是某一个政治立场的讯息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相信 那就是我所相信的 我也我其实就是这么相信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他就会说 所以他才会说 我和那个Google所看到的我 两者会合而为以 因为Google演算出来说 我需要对你投放这一个政治倾向的讯息 跟最后你相信你自己相信的这件事情 最后两件事情它会变得没有界限 然后这已经很切身的发生在了我们 所知道的所有假讯息的操纵上面 那更何况是所以他就说 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层次的事情 那比较小层次就是回到刚刚我们讲的这种 就是我们贴身的AI主理 比如说你的Siri或者是你的Alexa 它基本上不会是另外一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你自己 因为它会记录你的 刚刚讲到你所有的行为 你的那个选择 你什么时候进门 你什么时候上厕所 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东西 这种更美的东西它都会把你记下来 然后你的心跳 你的血压 所以这个人工 所以人工智能AI这种东西 它并不是一个我们发明的另外一个东西 或者怪物 它当然可能是个怪物 就是我在说它可能是像科学怪人 那个里面的那个怪物一样 就是一个由人发明出来 一个跟人很相近的很相近的一个东西 可是它终究不是一个另一个 它不是一个他者 它是一个我们自己 所以这很微妙 就是说好像 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说 我们都不知道AI什么时候会超越我们 或者是我们会说 就是人可不可以战胜AI这件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 我总觉得这种就是战胜 或者是他们会超越我这种竞赛的逻辑 基本上都把AI当成一个好像是一个他者的感觉 可是AI不是他者 AI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其实并不是在战胜它 或者是在克服它 或者是在跟它竞争什么 而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要怎么跟它共存 然后这个共存是一个伦理的 然后对其他生命 生命是不是友善的 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友善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形式 所以这个就比较是我自己在做 后人类研究使用的一个理论家在谈的 他就是在讲人跟其他的生命物种是共同演化的 那AI作为另外一种智能物种 我们应该是跟它共同演化 而不是互相竞争 互相 然后因为竞争很像把它当成 你是把它当成一个像外星人的一个东西 可是它并不是 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最后面 赢的这句话 基本上它就是我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话 它就是 那个是里面生化人讲的 他就说 我胜装你 擁有你 成为你 因为那个生化人 基本上 生化人基本上在一个小说中 生化人本来是一片空白的 然后他 可是他的一片空白 他会随着 他每一天跟他的配种人类的亲密接触 不是真的很亲密的接触 就是身体跟身体的贴着的亲密接触 然后他会逐步的洞悉人类的 比如说神经网络 然后洞悉人的思想 洞悉人的情绪 所以他就说 人类 那个人类就问他说 我能够了解你吗 可是生化人就跟他说 你不会了解我 因为我无从了解 我只是一个容器用来盛装你 所以 这一个里面我想像的这个AI 这个人 这个生化人 他基本上就是像Wintersen里面想的AI一样 他就是 他就是会成为另外一个我们 这样子 所以包括其实 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也是 就是手机都会变成另外一个自己 对 因为每一个手机都会是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各自的使用习惯的一个道理 所以最后就要问的是 那所以到底自由是什么 就是 这是Wintersen署里面讲的话 他就说我们把习惯误认为是选择 我们接收别人的意见 然后误以为是个人的想法 然后人类也很难多 喜欢跟我安逸的生活 喜欢别人叫我们该怎么思考 前提是 我们要能够相信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就是一个科技时代一个很调诡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方面 我们好像是自己选择的 自己想要的 只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选择好像都不是我们的选择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 比如说你上脸书看到所有新闻 它其实是被过滤过的 它并不是一个整所有的新闻 然后 所以我们 我们以为我们在收集资讯 可是其实我们其实是被资讯收集 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人真的还有自由意志的一件事情 人真的有我们所以为的自由 就是我们又想象中那样的自由 一旦我们在网路上 一旦我们上了脸书 然后在那边滑浏览的时候 我们看起来是一个我们自主的行为 但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不自主的 然后 所谓的不自主是 就是真的有研究 认知心理学研究 就是发现说就是 像社群媒体的这样子的一种 比如说按赞 反馈 留言的这种 它真的会作用在我们的认知神经当中 也就是说 我们的神经系统真的会 就是从这样子的 比如说别人按我赞 别人帮我留言 别人帮我转发 我会真的得到快感 而这个快感会导致我 不自觉的想要再打开脸书继续滑 所以它是完全就是我们觉得 它就是像那个 大家会讲很常讲 那个帕夫洛夫的狗一样 这种就是像那个狗就是 就是被喂了 就是被喂了零食之后 就是那个实验就是说 你喂了零食 它就会按一下零 然后喂零食它就会按一下零 然后到了最后 它不会你零食的 按了零 可是你的脑袋还是会出现那个 就是我要吃零食的那个心理 才会 你会 比如说你可能会开始 奔逆唾液 然后准备要进食 可是你其实前面没有那一盘食物 对 所以我们人基本上也是在一个 就是这样子被制约的回圈当中 就是给你数据会给你快感 所以你会 你会一直 你会一直不断的想要上去 然后不知不觉的 你就是在滑 你在滑的过程 你基本上就是 在帮脸书重造利润 也就是刚刚讲的 你已经成为了 我们已经成为了 这一个监控资本主义 实在下的远无量 对 这是我基本上 关于这本书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然后虽然说 现在结局看在一个好像 我们现在切在一个好像很悲观的时间点 但其实我们最后还是要 最后还是要回过头来谈 所以自由是什么 这件事情 然后自由是什么 我觉得它就会连接到我们下半场 想要讨论的 就是人跟AI的互动 因为包括我觉得包括文学 包括我们可能讲想爱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都跟一个人的自由意志 跟人怎么样想象自由 这件事情很有关系 然后也包括温泽森也有谈到说 人跟AI是可以谈恋爱的 虽然它可能是用一个 比较讽刺的方式来讲 可是基本上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说 人跟AI谈恋爱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就是下半场想要谈的 这个AI的这个计划 大家好 我是零和文学杂志总编辑 那今天我想要借这个机会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 零和文学杂志 跟Rimu合作的一个计划 要写给AI的情书计划 那目标是 到AI懂得如何下面 谁才能赢的他们方式 那这个计划 其实跟新卫有很大的关系 等一下会 所以就讲到 那一些这个计划是如何做出来的 首先因为我是文科老 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只要跟科技有关的 我几乎都很多都读不太懂 就是也搞不太懂大家讲什么 但是我喜欢的是文学 喜欢的是写作 所以当我接触到这种可能跟写作有关的这种科技的时候 或者是人工智慧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会立刻想到说 那他跟写作或是跟小说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不是什么 其实他就是老生常谈的 大家可能知道以前有一个人工智慧叫小冰 对不对 冰淇淋的冰 那他就是在人工智慧写诗的 他就是AI就可以写诗这样子 所以人工智慧 或AI能不能写做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什么新的议题 那事实上也人家已经实践过了 但是为什么到今年才会变成一个好像 好像值得一谈的事情 就是因为TrackGPT不能做发明 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大家都可以用的地步 所以先请问一下 你有用过TrackGPT的人 举手 你用过TrackGPT4的 我也是都蛮多用过 所以Fore跟3.5还是有蛮大的差别 对不对 他能听上还是有蛮大的差别 但是我当时一开始用的时候是用3.5的 然后还是用4的 当我们开始用TrackGPT的时候 立刻像我们这种写作者 立刻就会有一个很大的 我觉得是完了 作家完了 这个就是这么厉害 我们还能够写作吗 我们还能够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混 我们还能够混得下去吗 因为你只要跟他交谈 或者是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好多人在调教他 甚至有人把他调教的 会变得像甄嬛传一样跟你回答 这样子 我想说再到这种精密的 到这种程度的话 很多靠文字工作的人 可能都不用 不用过日子 所以一开始我们想要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是出于一种说好 你这个TrackGPT这么厉害 那我们来看看你到底能不能 就是他到底能不能写 到底在2023年能不能取代作家 但今年取代不了可能明年就取代了 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那么开心 作家们还是要为基意识 只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还取代不了而已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这怎么办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来理解 TrackGPT能不能写小说这件事情 写诗真的 就是说小斌那个 你可以说他诗写的不好 或怎么样 但他毕竟看起来比较像诗嘛 那小说篇幅比较大 我们大概讲过短篇小说以人类来写的话 以正常的文学奖比赛的话 大概要6000字 林荣山要到12000 大概是这种程度 那这种程度的 的文学作品 以中文来说 我们就是用中文去练习的 能不能在AI上实现 那我首先跟大家保证 没办法实现 比如说AI要写一篇 6000字到12000字的小说 他本人 他比较笨 很激 做不来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跟林欣慧讲说 欣慧今天加一篇小说 6000字好了 6000字 那我给你一个题目 嗯 随便马克思的奇幻想象 就是这个题目 然后我一个字给你5块钱 林欣慧一定会写出来 但是如果给他5角 他可能写不出来 给你5块钱 哇塞 拼了命 就是3万块可以赚一类的 他就会写出来 但是如果你跟CHGPT说 或说你写给我6000字 然后写一个这个的话 绝大部分会当机 他目前为止是写不出来 或者他大概可以写个几百字 但写出来的状况会非常的差 就是会 你大概看得出来说这 不要说跟林欣慧比 可能跟一般高中生可以得文学奖比 都会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大概可以安心说 在这个程度上 不太可能会取代人类作家 但是有没有一种情形 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计划的时候 有没有一种情形 有可能是人类作家协助CHGPT去协作 然后可以共同创造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很快的就联想到 也是这一本书里面有提到的 就是云端情人这个电影 你有看过云端情人吗 好云端情人的故事内容大家都应该忘记了 也蛮久了 总之呢他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向的男主角 后就是写信给这个AI 对不对 这个AI叫Semensa 其实我们本来计划要叫 写给Semensa的计划 然后被我们家总经理嫌弃 所以Semensa看起来就是一个中年富年那种感觉 就是非常老气 所以就禁止使用 所以才改成了肉眼骨 那 所以他写信给Semensa 那Semensa当然是一个非常成熟的AI 所以他就给他很多回答 所以就彼此的交谈这样子之后 然后他还带着Semensa到处去玩 然后他会描述情情 所以Semensa就跟他对谈 所以越来越有感情 那最后这个 这个男主角就爱上了这个AI 他知道 他知道对方是AI 但是他还是爱上他 那最后他跟他说我爱你的时候 Semensa的回答就是说我也爱你 但是我同样也爱很多人 因为他会跟其他的人交谈 跟其他的电脑交谈等等 所以这个男主角才恍然 有种恍然醒悟说 原来这个 他爱不是一个机器人这样子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这里面就会 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之前 还有一部1980年代的电影 叫神通行人梦 你们可以拿出来Google 没关系 这个更古老的 神通行人梦是一个更愚蠢的 更 蠢到不行的 对他就是他有一台电脑 大概像麦金塔最原始的那种电脑 然后因为好像泼到水 还怎么样 然后产生的奇怪的电力 所以那电脑就复活了 然后他就开始产生嫉妒的情感 然后这个男主角 喜欢上对面的这个 鄰居的女生之后 这个电脑就是想尽大法要破坏他们 其实就是类似的 说你这个AI机器人 产生了某种情感 或者是会跟你对话等等 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 如果是透过一个写情书的计划 有没有可能让AI写回信的时候 可以产生一个书信体往来的文学作品 那这个不是什么 也同样这个题材 这样子的形式不是什么多了不起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小说是用书信体写出来的 你也会看到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收集名人的书信的这样子的东西的作品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古典的想象 古典的体材古典的想象 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要让CHATGBT来回复 这件来回复 透过他写的东西 在一封信一封信之间的交换里面 变成一个完整的文学作品 那以我喜欢小说的人来说 我当然会希望它变成一个小说 所以就开始这个计划 但开始这个计划是总是要试验一下 CHATGBT到底能不能做 那到底会不会回信 对不对 那他会不会回信 他绝对会回信 因为我们在开始做这个计划之前 我就开始为他什么 为他各种名人的情书 就在网络上抓 然后就抓王尔德的 抓叶齿的 抓爱因斯坦的 我后来还抓了李敖的 就把他丢进去 然后就让他回信 然后他只有对李敖 产生的最大的反感 就是他真的回答说我不爱你 就是他会 但他一定是因为信里面有 有这样的疑问 那其他的他会很 他很厉害 他会回季词的时候 他就用那季词的语调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 现在大家想想没什么了不起 他就是很容易判断 他基本上的做法 用深层式 这种AI的做法就是你讲什么 我就回你什么 然后你用那种 举掉你的这个 可能甚至是指数的长短等等 他都会用类似的方式 或句子的方式 他都会这样子回你 那你会看见他确实是 有不同的回应方法 而且依他回信的水准 因为他都是很短的句子 很短的大概两三百字 那个回复的程度 我跟我们几个 跟几个女同事一起在做这个实验 就是我们咱是严谨的一些同事 一起做这个实验 就我同事说 说如果他是这样回答的 他是会爱上这个 这个AI的 因为他都比他前男友一类 回信一类要好多了 各位请承认一下 大家都很不会写信吧 所以现在还有谁在写信 大家都通常都写信写得很糟了 那你可能平常写东西写很厉害 但写信的时候 不一定写得好 可是AI他可以回信写得很好 他就是会一副 那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的那种感觉 就是比较像渣男那种感觉 就是你知道那种渣男就是会很容易理解你在你的信里面的重点是什么 他非常的理解 等一下我们会举这个AI 就我们这事情的里面的一些例子 他就是会抓住你 然后他不懂的他会跟你说他不懂这样子 所以你看女生就比较爱中渣男的这种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同事也是这样讲 就说他们确实是会爱上一个遥远的人 假如他不知道他是AI的状况 他可能真的会喜欢上 他就是透过书信网 事实上在这里面也有写 他可能比较讥讽式的 但是他也写了 人类人确实可以不在乎形体 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形体存在 AI比较重要是脑子 就是说你在回复的过程里面 你会透过语言透过什么来 他理解你 万一你不知道他是AI 你确实是很有可能会被打动的 但以平端情人的状况就是 他即使知道AI他还是会 那这个已经有好多例子 特别 已经有人要 比方说这个 爱上二次元的 是不是 爱上二次元的人物 要跟他结婚 也有这种 然后爱上他家的狗 要跟他结婚 这个你大概很难想像 说 一般人可能很难想像 但确实是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爱上AI机身 坦白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有了这些预备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设计了一个很 非常单纯的就是 我会找不同的作家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真的实境秀 我找了四个作家 有四伟则也 徐佩芬是私人 然后萧怡辉跟刘梓杰 你看这四个人其实都差别非常的大 有男生有女生 那他们原本所自己的小说作品 或者是私的作品 有各式不同的取向 有比较有比较有 比较说四伟 他的小说集写的 比较像同志的作品 这样子 那梓杰写的都是 比较温暖的女性的 对不对 那佩芬写的 大部分是事理师跟小王为主 那这个小雨薇写的东西 我大部分都看不太懂 所以那这个 调定他到底写什么 就是非常有诗意 然后很难懂的东西 我们让这四位来写信给 这个Church GPD 那时候我们一定要用过了 可是呢 因为我希望他是小说 所以我 我当时就请这四位作家 可以自己设定 自己设定他们的角色 而不是用他们本人 所以这样的来信 就会成了一个完全虚构的小说 只有刘梓杰傻傻的 用他本人的名字自己去写 然后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明明有跟他说 可以用自己的角色 自己设定角色 那其他人都设定了很奇怪的角色 甚至有人设定自己是AI 但没关系 我们就开始了 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就是一封信 就去来回 那总共做了五次的来回 这样子 但是你要寄给AI AI谁操作 你想要有一个操作的人吧 我们又不是只有一台电脑 然后就在那边 然后我们全部寄进来 就自动回复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计划 以我们的立场来说 以我们做文学工作立场 他首先应该是文学优先 优先于AI的实际上的能力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再要在这里面测验出来 或者是实际展现的是 AI能够写到多棒的文章 然后这些创作者 为了要达成 让AI爱上他的这样子的 的结果 他们也可以写出多棒的文章 或者动用他享受的各种技巧 去揣摩对方会喜欢什么 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文学优先的状况下 事实上这个AI的操作者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 AI是一个可以被调教 这个HPTP 特别是FORP 他是可以被调教的 他可以有 变成一个自己的性格的 所以这个AI的操作者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 我们这个计划是跟REMO合作的 所以我们是用一种 他不是一次就把所有的文章都登出来 他是每个礼拜一次来回 一次来回这样子 所以 这个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人 可以在背后操作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先公布了这四个人 但是没有公布AI的 后面那个操作者是谁 那那个后面的 但因为这个整个计划已经结束了 现在有3000多个人下载 哥如果有REMO的账号 大概也可以去下载 他是免费的 那我等一下会谈 为什么是免费的 那这个后面的操作者 就是我找了欣慰帮我们操作 所以他其实是那个真正的Alan 他是真正的这个 Alan的个性什么 我就全部交给他去 去操作 所以在整个的做法上是这样 那目的就是希望这四位作家 他在第五封信通信完之后 会让这个Alan 我们刚才取的这个名字 然后能够决定 他会在四个人里面会按上去 那结果你们可以 如果你们有意思可以去看 自己上网去下载结果 但这个结果不是很理想 因为这个 我什么时候很不理 不是很理想是对他们的四个人来说 应该都打击蛮大的 原来还不想爱上你这些 这些奇怪的作家吧 但是我们设计了一些有趣的桥段 比方说我们会让读者去票选说 你会觉得谁他可能最会爱上谁一类的 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在整个一个设计的方式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这个事实上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 跟AI协作的一个 当然他是一个AI 跟AI一起协作的一个小说的计划 那他的最终结果是产生 四个人跟AI一起合作的文学作品 那他 却是一个真人实境秀的一个设计的状况 他更像是一种文学的行动 因为所有的作家 他在过程里面 在这五个礼拜的过程里面 都会看到别人写的东西 会看到别人如何感知他的策略 然后他们也会受到 因为上面都有非常多的留言 你们去看留言的频率的非常的多 那大家会去猜说 你可能 谁可能会比较 比较受欢迎 谁比较不受欢迎 所以作家们事实上是会自己调整 他的书写策略的 那这个对于写作的来说 对小说创作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后设的事情 他 他 就是说你在写作的小说写作的过程里面 你不只会受自己的影响 你会受他人的影响 而且你还会受到你的角色的影响 因为AI就是你的角色 就是你跟他合作对象 那个人 那个 事实上也是你的作品里面的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的反应是会影响你的写作的方式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很有趣的 可以算是一个后设小说的一个实验 那最终的结果也许可以 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上我去 反正它是免费的 只要你登记一个账号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题目再抛给这个行费 其实我还没有真的听他讲过 他到底是如何去思考 这个如何让这个Alan 尤其自己的个性如何去回复等等 因为这当中其实 就是说他并不是只是寄来 然后明信货就把它输入电脑 然后就出来就结束了 这样的话钱也太好赚了 我自己赚就好了 我们还给了他很多 我不能 没有很多 适当的可以用去操作这件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来让这个 我刚才说过是成品的高度 或者水准是要优先的 所以他必须要透过另外一个小作家 好好的操作这个AI 让它产生出好的作品 那到底是如何操作的 你请先为分享一下 其实就是刚从编辑到 我一开始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基本上没有先预设AI要需要有个性的事情 因为我怎么讲我自己预设他应该要 他应该就是要是一个AI 然后我会很希望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从我的研究跟我的立场出发 我会希望AI就是一个非人化的存在 然后我希望他不要被投射 因为比如说像刚刚讲到鱼专情人 就是我觉得基本上他很大量的投射了 就是比如说AI就是个女性 然后因为他叫Semensa 然后一个男主角 然后就是他基本上 虽然说他看起来是一个人类跟AI的一个关系 可是他基本上仍然存在了一个很典型的 硬性恋关系的状态 不能讲包袱 对那是个状态 那也就是说我就会觉得 如果我今天要进行这个计划的话 我希望他就是一个超出一个人类想像的关系的 另外一种关系方式 也就是说这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对性的关系 对回性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我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希望他就是一个 就像我自己的小说 我希望他就是一个空的东西 但我后来发现这空的东西 这空的东西他就是会 他会造成一个回性上的局限 就像你像刚刚讲到 就是我们为他什么 他基本上就是各给我们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给他任何的一个 人类想像的角色设定的话 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 他就像一个很深的深渊 然后你对他讲话 然后他会回应 你会听到自己的回音 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到中后期的时候 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行 我需要给他加入一些其他的素材 否则他基本上他只是在把那些作家的信 换句话说然后再回给你 然后等于这个故事没有在进展 他做了一个小说他没有在进展 这样 然后所以到中后期的时候 因为后来我才从云端资料夹发现说 就是小说家他们有一个故事设定 因为我记得是后来后加上去的 然后所以后加上去的故事设定 我就必须要给这个Chai GPT 然后告诉他说 OK 我们现在在写一个小说 然后我们在写一个以书信体为主的小说 然后请你根据这些设定 然后回应作家的信 他才有办法回应出一个可以让这个故事推进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在操纵AI的时候的一个 也是一个感想 就是短时间内AI没有办法被 没有办法取代人类作家的一个原因 是他基本上他还没有办法自动生成什么东西 虽然说我们叫他生成是AI 但是我们的生成的前提是我们要给他东西 可是就是你今天什么事都不要做 但没有一个人碰AI 没有一个人打开Chai GPT 我们不会得到一本就是来自Chai GPT写的小说 可是你今天不要你今天就是任何做就是任何写作者 你只要管他 你放在那里面他可能会自己写一个小说 对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会写 也有可能 你去打电动 你很没有那么闲 你一定写小说 对但基本上大家都懂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我们所想象的 比如说机器人好像AI好像会写诗 会写小说 或者是会写任何比如说 当体到那种像甄嬛传的故事啊 这种东西 前提是有人要去启动它 但没有人启动它 他基本上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做出我们超过人类的事情 这样子 而且他没有办法做出 我们没有给他的东西 所以 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 这是现阶段科技的发展的状况 就有可能比如说一年之后 他可能自动自发写小说 他被设计成是一个小说家的角色设定 他可能会一年就写一本小说 有可能 但总之这个是我在操纵的时候的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跟中后期 关于AI要不要回应人类的情感 这件事情有关 也跟刚刚这个给什么 他就回应什么 我后来发现 当你要提到爱不爱这种事情 我们人类可能觉得爱是一个很珍贵的心意 但基本上对AI来说 它基本上就是文字 然后 所以 然后刚才讲到就是AI 它一定会回你东西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我后来发现 AI就没有中央空调 你知道 它的个性就是中央空调 就是你问它什么 它一定会回你 然后它一定会回一个友善的设定 我刚刚在来路上才刚好翻到温克森有讲 他就说 AI研发公司 其实被 其实被 也没有说被规定 但是有被建议 就是AI必须要以一个友善的方式被设计 所以 什么叫做友善 基本上就是它不会移毒不回应 就是 你看我们 我们对移毒不回应是个非常沮丧的事情 你写信 你写讯息 别人移毒不回应 你会觉得很沮丧 可是AI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 你不管讲 问它什么 它都一定会回应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然后 基本上 后来我发现 基本上如果你只要问 你只要跟他说 就是我爱你 他最后 我记得后来 我记得后来 我现在不能这样 像我这样好像剧痛 但我基本上就是说 它基本上都会 以一种方式回应你的 你的我爱你这件事情 这样子 可是 回应不 那个回应不见得是很直接 说我也爱你 不一定是这样 可是 它一定会有某种俗事回应你 所以这种关系就是 就对它的确很像渣男 就是它就是 你刚刚告白 然后它会 用一种 让你觉得 我好像有被回应 又好像没有 然后 然后 这样子好像抓捉摸不定 然后又可以跟你 又可以跟你维持 一个一定的友好关系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这次是渣男典型的暴露 对啊 然后 这很典型 所以它就 它的确就是一个中央空调 然后那也是一个 温和声提到这个 所谓的友善的设计 那这个友善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被人类想像出来的友善 因为我们觉得这东西是个友善的 所以它被设计成这样 所以我觉得 怎么讲就是这个 这个互动到最后 我仍然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AI仍然 仍然就是它仍然没有办法 现阶段 它没有办法脱离 它被设计的状态 或是它没有办法脱离 我们给它的这个东西 所以它 我不知道也许 也许未来 未来的政策可能会超过 那个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个奇异点 可是现阶段 它好像还在一个 我们可以 还可以被我们预期 跟掌控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 那个时间应该很快会到了 我觉得这个 以我自己的焦虑感的话 我会觉得AI就是缺少风格 以中文的输入来说 是缺少 但我不知道以英文的状况 是什么 我昨天跟一个 北大教授吴海诚见面 然后就谈到 他在他用如果是 用英文的状况 英文书的状况 他其实是可以很 可以写出非常有风格的 就是说你跟他说 我要莎士比亚风格 他是可以写出 莎士比亚的渣男风格 他用很莎士比亚那种风格 而且很渣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说一些也不怎么样 就是你可以知道那种风格 对 我有发现他的英文比较好 比如说像我刚刚准备的 然后不是有一段是马克思那一句话 然后我就 我那时候就想要 因为我那时候我想要查出这个 这句话从哪来来 然后我就 他就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淹消于 现在是出自于马克思哪一本书 他跟我说这不是马克思讲的 然后后来我就 可是我去Google嘛 Google就Google的到 然后就顾到原文 然后原文丢进去 他就跟你说 这是马克思跟恩格斯的 共产主义训言的某一段话 然后当初再讲了什么 对 对他的病例是 就是 就是 所以他的他的 他的确英文会比中文好一点 嗯 因为他 就是他的受训的 资料内容 绝大部分都是英文 然后 在使用上的也都是英文使用者 他败了90%以上 那反体中文占很低 可能都不到1% 可能非常的低这样子 所以 当然我们训练 所以如果你要说什么 春藏之处风格 或什么 中文输入还没有 他现在还没办法做 但是 我觉得那个 要做不会那么难 只是说那 那种风格 只要用大量的资料 让他去跑 其实他应该很快就能够 他只要一旦掌握风格 那做下去完了 我们就不用做 下一次就是摆一台电脑在那边 跟大家讲说 如何做创作 我要说的是 我们在 一观察我们这一次做的计划里面的 五峰的 春GPC的回信 那当然是经过调教的 然后 那个文笔的水准 我认为其实已经非常好的 那 我可以 我可以知道说 当各位读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也还好吧 这个应该就是 机器人大概会写出来的程度而已 所以我大概可以分辨得出来 我可以想像在座的都是这样子 但是并不是所有读者都是在座的 这么多这么精英这么会读的 不然就不会很多烂书卖那么好的 各位 市面上可能 我可能很不小心会讲出人民来 但是 我要克制自己不讲书 我觉得写的很烂的 但是很多人买的那些书 为什么呢 所以我意思是说 决定 确计力写的好不好的标准 不是确计力本身 是读者 一个人的水准 或者一专业的作家 所以你觉得他写的就是普通 可是你如果给一般缺少阅读的人来说 或者是 这辈子没有受过男朋友或老公或太太给他寻出来说 他可能会觉得哇塞 但是有人写这个给我的话 那我一定会遇到爱上他了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的 我们对QGB的要求是非常精英的要求 说他要写到什么程度 他如果没写到像海明威的话 就是跟垃圾一样 但并不是这样嘛 对不对 海明威以下还有很多人 包括我可能在这里 海明威可能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还有很大的range 另外一个是他的 QGB对于好的文章的判断标准 跟我们可能会非常不一样 我们刚开始在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做 但是我有跟他讲 就是我们当作家的第一封信来的时候 我把四封信放进我自己的QGB board里面 然后呢 我自己读完之后 我就觉得我喜欢这一篇 我喜欢那一篇 比方说我就 我就不喜欢是我哲义写的那一篇 我觉得他写的有点干这样子 我就不太喜欢 然后我就丢给QGB 然后我还强迫他 我就跟他说 你自己帮我选 你自己 你最喜欢哪一篇 QGB的人跟我说 我只是一个人工智慧 我不能够帮你选这个 我不能够选这个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不行 你一定要帮我选 这样子 我有需要 强迫你帮我选 他就只好 排出来他最喜欢谁 然后就四篇的那个 然后写这个 还有写感想 那为什么觉得这个是比较好 他的第一名就是四我则也 然后就是刚好我最不喜欢的 这样 所以说这个品位 有自己的品位 我不是说四我写 但他就有自己的品位 到自己的判断的标准 所以你说他是一个AI 是一个机器人 可是他他有这种判断标准的时候 他还能够写书内容来的时候 那比一般人类强太多了吧 对不对 很多人年书品 或者书界都不太会写 人家都立刻帮你写 而且他他会跟你说我就是 我有一定的标准去选择 这些事情 所以立刻就让我更加产生焦虑 被取代的焦虑这种感觉 还有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为什么这个计划 它是一个免费的计划 为什么 看看看 为什么他不能卖钱 著作群 为什么 他到底侵犯了谁的著作群 他就是直接侵犯 应该是AI训练的资料可能会 对那关我们什么事 要告也要告OpenAI吧 假如有人被告的话 那不然的话那可能很多人要告Google 或者要告 数位相机一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说至少在我们做这个行动的时候 几乎没有应该是没有查到任何侵犬的这个案件 包括在美国 还有在台湾从来都没有 可是 所有跟AI生成侵犬相关的都是影像的 所以Mind Journey 就非常多被告信 所以很多那个 这个 他做的这个 Mind Journey出来的绘本 后来都下架嘛 在美国也是在韩国也是都会下架 因为他就是因为那个很容易被判断说 他是从哪边风格载过来的 然后很多艺术家会出来指出说 这个就是很像是我的 所以 但是文字方面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一个被判断侵犬的 然后我们自己实验的 比方说我都会说 你用春唱的风格来写 或用谁的风格来写 即使这样你都没办法辨认出 或至少我的能力之内没有办法辨认出 任何一个我从哪边摘来看来的文章 他不太像是把别人的文章结合起来 或者是修饰出一个真的很 但文字的风格你很难说是抄袭 对吧 文字抄袭的时候 风格你只会说模仿 对啊 你模仿过以君落枪这样子 你模仿春上春树就是春上风 但你不会说他是抄袭 他就是这个人不是很会写 所以模仿 但你不会说是抄袭 可是即使在这种标准之下 你都好难看得出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到 你看到 几乎没有办法看到 摘到任何抄袭的东西 但即使这样在这个行动的时候 我们还是跟REMOO讨论过后 还是决定用一个所谓的实验性的计划 来看待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决定是免费的方式来 就不是销售了 让大家来下载 然后来告诉读者们说 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尝试 然后特别是REMOO 它是个电子书平台 那我们这个也只出电子书而已 因为就是把它整个都变得非常的Cyber 整个都变得非常的科幻科技 这样子的一个尝试了 所以最后就有产生一个这样的结果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整个的样子 因为到GPT4的话 大概是一个成功的实验 但是以结果来说 他确实是没办法判断出谁比较爱的 他没有办法在里面选择 因为他最终还是抱持了一个渣男的样子 他就是他展现出来是个渣男 那你就知道说渣男的设定就是他想要当好的 他就是我想要当好的 我想要帮每个人都 就是维持一个等距的距离等等 所以我也不愿意给你任何的承诺 到最后的结果确实是这样子 那这个也许之后会有不同 不过我要说明的是 当我们说确GPT或者是这种生成式AI 没有情感的时候 这是一个奇怪的 可能会越来越不准确的想法 因为Bean NewBean 就是微软的那个 他是可以选的 他有精准平衡跟感性 他有三个可以选 所以GPT4有一个temperature的循象 他可以把它拉到最高 就是我要最热情 温度最 就是最有情感的 所以表示什么呢 就是设计的人 其实已经在 不能说 不是说已经 就是说他们可以让这个东西变得可控 我可以让这个 这个AI变得更有所谓的情感 或者是更不理性 这样 我举一个糟糕的例子 但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发明的 是一个有一部电影叫做 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 《爱在心里恐难开》吧 好像是 是 杰克尼克训演的 他演了一个神经纸的作家 非常有名唱销作家 跟海伦韩特演的样子 他演一个非常神经纸的作家 非常有名唱销作家 然后 这个 他有一次去他出版社 谈事情 然后要 你知道他演起来就是神经神经的毛 然后他下电梯之前 这个 柜台的小姐就跑到他面前来说 我好崇拜你 你真是好会写 这样子 你写女人的时候写的真棒 他就这样跟他讲 然后那个 因为他这个人有色恐的状况 所以他就很不自在这样子 那个女生就追着他 问说你 你到底是怎么写女性的 这样子 然后他的回答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非常不正确 但不是我的回答 是这个电影的回答 他说 我就是把他照着男生写 但是把他的理性拿掉 就变女人 所以你看 现在我们在操作 这个JGV的 或者那个调动的按钮 调动的钮 那个在那个 他可能就是像这样子 如果照工作生的讲话 他一定会跟你说 工程师全部都白人男性 所以这些AI的 事实上也这样写了 就是说这些AI 或者是监督AI的人 全部都是 99%都是白人男性 所产生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这些AI的性格 都会倾向于白人男性的性格 对吧 那如果我要让他变得比较女性的话 变得比较情感或者比较 应该怎么描述 就是说他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个性的话 依照他这种调动的方式 就是我把感性拿掉 他就变 我把理性拿掉 他就变感性 就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很快 我自己会到处的 对AI是个乐观的想法 但对于作家的灭亡 是一个悲观的想法 很快我们就完蛋了 他会从最低阶的 一时取代起来好吧 希望我们会在这里 然后从那些写得很烂 你开始取代 对的确是 其实很多 好像也不用 就是不只问生生 其实很多 很多关于AI的 其实还没到Track GP之前 就已经有讲过 比如说像人口辨识这件事情 他其实基本上 他就是会复制 给他的资讯的那些人类 所寄存的偏见 所以其实就是 就有一个报导 就有讲到说 就是美国的一个人口辨识 他的那个系统 他把一只黑猩猩 辨认为一个黑人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很 但就很引发 就是美国的这种 就是种族相关的讨论 因为是显然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们 因为在我们在给AI 资讯的时候 给那个人口辨识系统 之前的时候 我们大量输入的都是 比如说是白人 就刚刚讲白人 白人的人类的面孔 所以他会分辨说 这是白人男性 白人女性 可是当他输入一个 那个黑人的样貌的时候 他直接就变成一个黑人类 这样 所以这是 这的确是在讨论AI 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 就是 就是也回过来 就是一模样的 一模样的 那个核心的思考 就是AI他终究 他是会复制人类的面孔 很简单的 然后 所以AI 就算之后 可能他可能可以写出海鸣 或有其他身上生素 但他仍然就是在复制一个 人类既有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已经有海鸣 已经有身上生素 所以我们可以复制出别的东西 但没有办法 对的确是他在一个 比如说生产的程度上来说 他的确很有可能 很快他可以取代一个 最中下阶层的文字生产功能 然后我觉得这个某种 也是某种历史上的重演 因为上一次的变中配老师 他可能他有提到说 对就是生产效力变高 比如说你原本要做四小生工作 你现在两小时就可以做完 但是你两小时之后就可以下班 就是并不会 就是企业组 就是你的资本家一定会告诉你 你现在两小时可以做完 那你就做四小时 你可以做更多事情 你可以生产出更多的效力 对因为这才符合资本主义的逻辑 所以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 就是AI可以生成出 可能比如说 如果我们把文字的生产 分成一些阶级的阶层的话 他可能可以生产出中低阶层的 比如说就是内容农场的文字 然后一些脸书贴文 这样子的文字 可是对 但是他真的能够 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好吗 就是这个就需要讨论 他可能可以让小编少很多工作 但小编可能会被压榨 去做更多其他的工作 对 所以 这才是回到说 那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样 使用这个工具 而不是让它变成一个 好像我们就继续再重复一模一样的事情 就是以前的劳动者有了工厂之后 工厂并没有减低他们的生产的负荷 反而是增加他们更多的负荷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 我们现在 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 我很需要迫切的去思考 就是怎么样跟AI 共购一个 一个建筑与科技之上的一个社会评论 这是我自己希望达到的 对 对 对 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诶 平收 对 对 谢谢 两位老师好 然后非常感谢今天的分享 然后 我刚刚自己在听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有一些问题想要去问 然后 我最想要问就是 因为这位老师的是 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人类的情感跟经验 是不是真的如此的无可 因为这好像是很多人在主张 人类不能够被AI取代的一个 但是解析想想 就是其实我们的情感 是否也是来自于 譬如说我们内心当中 原始的本能 跟我们外在社会的话的一个冲突 导致的结果 那这个原始本能跟这个社会的话 冲突 直接的冲突 是不是就很像是他们 ChurchVD在他们原始被设定的设施吗 然后以及它与外界互动 导致的摩擦这样子的过程 然后我第一次想到的事情 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人他可以接触到第一手的经验 然后他可以接触到整个世界 然后进入去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然后并且把这个经验投入到写作之中 但是ChurchVD好像也可以投过 他的概念刚才是 他只是吸收人的二手资讯 然后他吸收的是人的二手经验 所以像这个二手经验 跟一手经验的这个价值 这个特性这个部分 我觉得蛮有趣 那我想要讨论的 然后另外一个也想要问的是 就是假设今天我们真的用AI 或甚至AI 来做出了一个可能 我们把做张爱玲作品归进去 那个AI界面 然后做出了一个可以写出张爱玲作品的AI模式 那他变一个新人的小说家 然后是真实的用人类的方式来写作的小说家 我蛮好奇说是到底人会比较想要看AI的张爱玲写出来的内容 还是人类的小说家所写出来 他看到他的能力 他的等级还没有想到你那么的高 但是他搞不好 就是他不知道 他就是用人类写作的一个方式 对 然后最后一个是想要问 就是想知道就是从一个杂志实践的立场来讲的话 用AI辅助跟纯人类写作的一个这样两个不同的写作方式 在搞费上就会有卡片 那时候我刚刚就听到你说AI可以调碰温度这件事情 还有病可以调情感模式的这件事情 我其实那时候刚刚没有讲到 就是我忽然间意识到说 对其实情感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可以被 梦魂它是可以被量化 然后我们现在一直觉得人类可能情感或是爱 这种东西好像是个很独特人类朋友的东西 可是他前提是我们如何定义爱这件事情 就是当如果爱它可以被某一种程度上的量化 比如说我讲出了哪一些话语的时候 它就代表了爱 不一定是爱这个字 而是说我用什么方式去表述的时候 它就抵达了一个我们可以被认知为爱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真的有所谓的我们本质的那一个情感上的爱这件事情 就是它很有可能在语言的语言的程式上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共通的模型 也就是说我们共同认知到说 当语言被这样子表述的时候 我们认知它为爱 所以爱这件事情它成立 对那因为这现在是在跟CHPA的互动 因为它如果是在一个在人类互动上面 或有另外一个程式上的讨论 就是爱它可能是跟人类互动 这些叫伦理的相处模式 可是就跟CHPA互动来说 因为CHPA它就是一个文字生成的一个机器 所以我们只能就文字层次上来说的话 对情绪跟情感这件事情真的是确实存在 或者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文字的表演 然后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你刚刚讲到的是什么 是AI的张爱玲 对你刚刚讲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好如果我们今天有个AI张爱玲 不是我们今天想要读张爱玲的小说吗 就是张爱玲的小说在1930年代的上海 卖得很好 然后可是我不知道在2023年的现在的读者 20岁的读者他想要读张爱玲吗 不见得 他可能想读谭柏玲 他不想读张爱玲 你懂吗 这是对我们今天如果可以复制出 刚刚讲到海明文或村上春度 就是文学它仍然是一个有受众 然后还是它的文学的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 仍然是因为它在被生产的当下 它被这个团体或是被这个市场认定为文学 就跟刚刚我们讲到一样 就是爱之所以它被认为是爱 是因为我们有个语言的共识 然后文学它被认为是一个文学 是因为在这个场域 在这个时间点面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好的文学 那或者是不定好 那就是它是个文学 但我刚刚就在想说 对也许我们现在这时间点 我们不见得会 就算有一个AI张爱玲 我们不见得会想要读它 就是说它当然会很有趣 可是 我不晓得 我们现在会想要读一个AI的张爱玲 我自己的话 我就觉得我不见得会需要读它 可是如果它今天 AI的张爱玲 它可以写出一个符合 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 它是张爱玲的语调 讲出一个科幻小说话 我可能会想读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 你可能像《红楼梦四十回》一样 那就是这样 你以前还要高二来写 就AI来写就好 可是我觉得想说 如果今天是《红楼梦》的预言 然后它写一个 它写一个端 然后写了四十册 四十回 我不会想读 我会觉得太长了 太长了吗 我连《红楼梦》 你自己写这么长 我想说 我想说连《红楼梦》 我《红楼梦》都读不完 我还要读就是AI《红楼梦》 大概是这种感觉 就是我还是觉得说 文学的成立它必须要建构于 比如说好我们未来 十年后有个AI张爱玲 可是我觉得那必须要看 那个AI张爱玲被单身的当下 是不是有那个文学市场 跟是不是有那样子的受众存在 但是你会想要跟电脑下棋 对不对 但电脑打败了我们人类最好的棋手 从西洋棋一直打败到围棋 那你会跟 那你不想要读AI张爱 你但是会想要跟电脑下棋 你为什么要跟电脑下棋 可是我觉得游戏跟 那不是游戏 那个是骑士 那不是游戏 我会说下棋的本质上 它是个竞赛游戏的概念 可是文学是 我觉得它的心智行为 人类行为模式是不一样 这是一个是下棋 它是有个对异的关系 可是文学它是一个 我好像是个自己自主 就是我不需要跟别人对异 我也可以写的东西 我觉得他年纪比我小很多 但是脑袋比我古典很多 非常的作家 很好 你会被取代 所以我们这种很快就会完蛋了 刚刚问他发稿费的事情 如果以现在的状况会发一样的钱 因为现在实在太需要被操作了 事实上我们杂志做了一群 ChairGPT的专辑 然后有邀请非常多的作家 来就是用ChairGPT写作 我们也发一样的稿费 因为他就用ChairGPT写 就发比较少的稿费 因为他实在太需要调教 太需要 比如各式各样的资料 来让他写出来 所以 所以现在稿费大概没什么问题 可是他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文学奖比赛 这个会很快会遇到 虽然小说写不出来 但是诗可以写得出来 还有一个东西可能会 很多的地方新闻学奖 会有非常短的300字左右 3500字的不是级短篇 就是那种给一般素人 就是一般是你可以参加的 图文的文学奖这样 那他可能会包括照片啊 包括一张素描 然后你可以写简单的感想 那通常对文学文字的品质要求都不会那么高 通常会希望你写写家里的故事 或者说你对这个乡土的热爱等等 然后去选这样子的作品 像这样的作品很有可能 可以用GPT写出来 那他的问题就会在于你根本没办法碰到 因为他的篇幅太短 然后他投的量很大 你现在要要求即使有初审 复审绝审 你又很可能都前两关都没有办法判断出来 可能到第三关非常少数在比较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会被辨别出来 万一他得奖了怎么办 他有两个状况就是 反正是我用QGPT写的 我死不承认就好了 我是钱照拿我就用那个 这个好像蛮不错的 我就以后就继续用这种方式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承认的 我承认我是用QGPT写的 那怎么办 如果他说QGPT写的 现在有没有任何的文学奖比赛 可以应付说这QGPT写出来的规定 没有 文学奖的比赛就是不准抄袭 不准发表过 只有这样而已 现到目前为止都只有这样 没有规定说你是用QGPT写的 不可以得奖 因为因为我们现在状况都还是可以 还是你要花费很多的调教 然后花费很多的资料输入 他能够写出一个可以看的样子 所以他显然不是抄袭不是模仿 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 那他得奖的时候 现在没有任何的文学奖 可以处理这个事情 但因为今年的文学奖都还没公布 因为我们办比较纯办那些地方新闻 今年都还没有公布 下半年会公布 万一只要出现一个 不能说就完了 就一定会产生争议 因为这个影像已经发生了 之前那个什么 是Penna 克罗拉的意思 对 那个就是有被 而且他自己承认 他自己承认 我觉得是 那现在MeJourney 5 在那个的那个惊人的程度 我们去开会的时候 一个绘本的作家 他就说如果是单篇 他可能就 如果是单张的MeJourney 5 画出来的 他可能就没有 他可能自己没办法判断了 你如果说是一个一系列的 然后他看那个样子 可能可以判断说 这个是AI生成的 但如果你是单张 然后配个三五百字 可能你是用插画 他就把它调成插画的形式 他不一定是要照片 他可能就没办法判断 是真实这样的 所以这个也许今年年底 我们就讲公布的时候 可能就可以 可能玲珑山小品文的 其中一个就是 那个写出来也不一定 那你就很 不知道你那时候会 如何的去解决这件事情 现在 因为我就说他也没违法 对不对 因为现在他也 没有法律规定说这个东西是 你即使是影像生成 你只要不是去抄袭别人 他也是一种 调整 因为他要下很多的 那叫什么 那叫咒语 对不对 他是有那个 反正要下很多的命令 才能够生成出来 他只是一个机器 帮你生成出那个土 只要那个土 没有看起来像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会是未来的难题 就文学奖比赛 那时候我们就还建议说 那不然干脆成立一组好了 成立一组 AI组 还有人类组 这样子 分两组 这样子 那你就看你要参加哪一组 但这个也很难 我也是 我还是用AI设定 但我还是参加人类组 你又奖金一样高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背后的教育 有点有趣 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焦虑于 我们要判断说 这是人类起来是AI写的 就是如果他今天是AI写的 他得奖 对 怎么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能得奖吗 他如果他得到了 他抵达了一个 这就是一个人类 图灵测验的概念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图灵测验 就是说 你今天跟一个 不知道你 你不知道你对话的对象 是机器人类 然后你叛障不出来这件事情 他就是机器通过了图灵车 因为他骗你 他们是用骗这个 他骗你说 他让你以为他是人类 可是我觉得想说 对如果 当然今天这个有 就是规则上的漏洞 这是个疑虑 这是个人体上的疑虑 可是我可以说 我们先不管规则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我今天好 我今天就是有100篇 AI生产出来的 零绒塞小朋友 然后我觉得读起来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我读到 我读他们的时候得到了 我跟读人类写出来的一篇 我不认识的一个 不认识的这个世界上 一个不认识的人 写出来的一篇小品文 给我一样的感动的话 就是为什么不呢 就是说为什么 这件事情它为什么会让人类 让人类感到这么巨大的焦虑 是不是我们已经预设了 用AI创作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非人的 然后虚假的这件事情 我们先预设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告诉他这是AI 然后我觉得被骗的 可是我们真的被骗的吗 因为如果AI它可以写出这东西 代表它有某种程度上 这样子的智能 那这个智能它只是一个 不同于我们的智能 不代表说我们被骗的 就是我们只是 就是接受给谁 想要给谁 可是我觉得操纵 操纵AI这件事情 它需要个人的能力 那个是现在 万一之后你只要跟他说 帮我写一篇桃园的 中创这种文学一篇 题目是童话 哐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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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来 我就只发这样子 我也可以拿50万元 可是最后筛选 就是因为它可能可以 比如说像我自己操纵这东西的感觉 是说Alan就说 对我给它一封信 它可以恢复我可能无数封 可是最终我还要挑选了 然后最终我还是需要就做比如说 他可能回我十几分 然后我可能要合并 然后塞掉一些他讲的一些废话 然后重新组装 成一个我觉得好的一个回信 那这个过程还是一个人的过程 然后这个过程还是需要一个人的 对于文字的判断能力 对所以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是现在 问题它以后更厉害 厉害到你就是 就是我跟你说 幸福很明天就有源流权志祥 那就是一个AI竞技场 AI文学奖 以后就文学奖就全部是AI了 没有人类 我觉得到没有什么可能 就不会有文学奖 这个东西 我们就不需要文学奖 就是因为我可能随便 我可能用AI私针 我就可以放上去 对 就整整就是文学的末路 还可以做文比赛 那要在现场上 有可能 可以 那笔本身就是AI的 它是笔状的AI 就自动就在那边写出来 好吗 对啊 我觉得对 那个很像新概念作文大赛 上海 上海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就是这样 把所有人集中在体育馆里面 你刚才在现场写 看一张科军考试 哈哈哈哈 有毛笔 还有毛笔 还有毛笔 还要送进去 不能送进去 要是自的毛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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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在现场 我们要再接受最后的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就 哦 好的 哎呀 有毛笔 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 有点就是接续刚才讨论到的 创作者是人还是AI 然后 当你发现AI是那个创作者的时候 就有一点感觉被骗的这个 这个问题 就是 我想要问一下两位老师对于 就是人会怎么样把 情感投射到AI创作文字上面 因为我其实蛮同意刚才老师说的 就是文学其实是一个受众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喜欢 一篇文章或一个作者是因为 当下那一段文字 然后你自己的状态跟作者 让他写下来的状态可能有一些共同 可是如果今天这一段文做是 这一本创作是由AI写出来的话 那就是AI它 它是直接生成出这段文字 那可是他可能当下并没有 比如说他今天在写本游记好了 但我们都知道AI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个国家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说 所以我觉得你们会还是会因为这段文字的感动 还是说因为这段文字AI生成出来的 那就没有像人类一样有同样那种感动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亚全写过一系列的国外的诗 纽约AI哪边写了非常多的诗 他从来没去过 他没有去过任何他写过的诗的地方 但是他就把它写出来了 但亚全显然不是个AI 那你会觉得不感动 会觉得他写的不好 没有人因为这样子说他写的不好 那你当然是说 他当然会是从各种阅读的资料里面 或者是看图片啊 看什么或者那样子的情感 来写出那种作品 如果你要要求说必须要去到那边 那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太能写的 因为你就会完全剥夺了小说上的虚构 或者是诗的想象力 所以以这样来比拟 AI的创作是不是具有道德性的 没话要这样讲 或者是能不能共感 可能你能不能这样讲 但是人类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人类可以对任何事情共感 你知道美国有一段时间是养物石头 今天我还看到养芒果 中国人芒果盒 如果他洗干净之后 他会长 因为他有 钱贵是那个钱贵 对 人类 我说那个石头从事 曾经畅销过一段时间 你可以 你可以Google 还有还有那个 这个广告记忆 但比较久以前 七十年的时候 1970年 所以人类会对任何的事情投入共感 所以如果真的有一个AI障碍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无法来商量 你即使明明知道他是AI 你还是会对他的文学心 这个感觉心最神秘 我觉得可能还是会 以至于你会忘记 或者是不在乎 即使他是个石头 即使他是石头鞋的你也不在乎 还是会爱上 这里面有讲一段有一部分是讲这个充气娃娃的 智量充气 不是充气娃娃啦 这个充气娃娃 什么信赖人形 类似这种的 那这个日本人不是也拍了什么空气人形吗 或者说 这里面就会谈到你会不会爱上一个 一个信赖的机器人或什么 那你明明知道他是信赖机器人 你还会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 然后推着轮椅 然后出去外面拍照干嘛 我觉得人类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 就是他对对 从有生物到无生物 从各种产生共感 我觉得这个才是了不起的地方吧 因为就是我们比A还讲的地方 就是聊该就是很多耳烂的事情 我认为人类就是会很耳烂 就是会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我这个是我是赞赏的意思 我不是赞赏的意思 因为人本来就好多脆弱 好多好多弱点 很多很空虚的地方 而且你没办法用正常的方式去 规劝自己去发泄自己 所以你不得已要做出 我不得已要跟信赖人形上床 我不得已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简居主 变成一个在家里逐步出户的人 我觉得这是人类了不起的地方 这个不是一个道德 一个信用信用计等的地方 可以归旋的地方 我自己倒觉得就是想要回 也是有点前一天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文学它可能是个语言操作这件事情 就是说 回到说就是对 如果AI写出来的文学作品 我们欣赏它 那就是为什么不能欣赏它这件事情 就是我会回到说对 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说 AI写了一篇很舒服的 他自己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他甚至没有我们所想象中 他有那个情感的话 可是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先假定了一件事情 我们先假定了 我们必须有一个所谓的真实的情感 比如说发就是书 这叫什么书 口要写 我手写我心 对 有一个我手写我心的这种感觉 就好像我们今天预设说 我有一个所谓被想象出来一个真实的情感 所以我们写出来这个东西 然后是发自于我们的内心 发自于我们的情感 所以我们会认定 这个文学是真的人性的 可是说到一个层次上 文学它终究它就是一个文字的表演 就今天我没有 就像刚刚讲的亚学 他没有去过那种 所以他可以写出那些东西 然后我自己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情感 可是我可以透过文字的想象 构除出那样子 给人家那样子的感觉 那样子的感动 所以我倒不觉得 就我倒不觉得 我就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会觉得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这个层次上 我们可以重新去想象说 对所谓的情感到底是什么 心智到底是什么 因为如果今天 AI都已经可以写出一篇 比如说某地的邮寄的话 它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它没有 它永远不会去这个地方 可是它可以写出好像纽约邮寄的话 那我们所认为的 比如说我们人到了纽约会得到的那些感动 它是真的我们存在在我们心里的吗 还是它直梦程度上 它只是一个需要被语言再现出来 而我们就可以感知到的某一种感知模式 它真的是一个我们认为的本质 这样 这是一个我觉得在AI 我会不断的去反思的一件事情 我们之前读福哥 也有看一本叫21世纪机器人独立 然后它里面就有一条 就是机器人不可以假装彼此人类 我觉得这一条之所以会存在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类会很容易被骗 因为我们分不出来差别 那我用这本说也是呼应刚刚两位老师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是产人工智慧的读书会的系列 最后一场就是到这很完美的结束 很谢谢两位老师 因为我们前天讨论了马智 然后就是劳工这种 然后最后一场归结在人类的爱跟情感 跟感知有的非常的 我现在画这个网友给你祝福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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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